国家反毒机构总监苏德诺表示 许多贩毒集团目前不单单只在暗网售卖毒品 他们也开始通过社交媒体贩毒 并透过朋友之间广为流传 一些毒品的售价最低只需要18令吉 苏德诺说 现在的毒品贩卖的潮流 除了透过客户自己知道的暗网 以及向跑腿和同行购买毒品之外 也有透过WhatsApp和Telegram等社交媒体 传播购买毒品的资讯 通讯及数码部长法米表示 通讯部将会严打网络贩毒活动 那些透过暗网以及社交媒体销售毒品的不法集团 将会面对严厉的执法行动 法米也表示 他也明白还有其他的网站 他不会披露这些网站 以让当局采取行动 他表示通讯部除了与大马警察合作之外 也将会通过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获得详细情报之后 对付这些违法活动 他们也已经和国家反毒机构开过一次会 讨论打击相关活动 所需要采取的步骤和机制 苏德诺昨天在出席 反毒委员会议会第一次会议之后 也指出 现今购买毒品的渠道相对容易 许多人可以在社交媒体上购买毒品 客户只需要在家中 就可以接收这些藏有毒品的包裹 他呼吁父母们 应该要时刻关注来往家里的包裹 以确保毒品不会被送入家中 国家反毒机构也提出建议 必须制定新的毒品预防治疗及康复法令 以取代1983年毒品法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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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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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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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